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9月24日 今天是星期日 來到星期日的晚上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時事 我是各位的節目主持 我是Johnny 我們這一節會跟大家繼續研究香港的經濟問題 我們上一節剛剛跟大家 探討過莊斯文的案件 坦白說 我現在就是判斷 這個案件 香港政府 是會大大力針對那些不受保護的人 例如林作 其他的藝人 當然也要視乎他們有多少證據 是背後參與 藝人跟林作的最大分別 就是在於 林作真的是Sales 而藝人 只要出來做代言 他們就已經分到好處了 所以掌握到藝人 背後有多少 高度的參與 即是可能做Sales 證據可能是有限 再加上大家的背景不相同 所以很可能現在的案件 就是查無下物 只是對付最表面的 那些有份出來跑數的KOL 即是做Sales 例如陳怡 林作等等 還有陳定邦 還有陳定邦之類 我們會繼續跟大家研究種種的問題 避免踩入陷阱 因為我們 已經跟大家說過 現在是進入了這個 是後時代革命的年代 時代革命 從多方 很客觀地說 不要說主觀願望 可能很多人覺得 還未完結 完結的定義 其實也很簡單 雨傘運動 你可以說是 2019年是他的延續 但是大家都同意 你到了2019年你就不會再叫做雨傘運動 所以其實也很簡單 現在時代革命就完結了 再有下一次 可能的 香港人的覺醒 可能下一次牽涉 現在很多這幾年 中盡鐵拳的藍絲 所以下一波運動也不會再叫時代革命 將會是下一次的運動的名字 而我們絕大多數有份參與 時代革命的人 就是保持著這個 是叫做露火 放在心裏面 在有機會的時候 在有需要的時候 再 是出手的 我亦都跟大家分享了我們那個 變成示威者的原因 我們相信絕大多數香港人上街 的原因都差不多 其實 就是因為看不過眼 後時代革命年代 香港並沒有任何的改變 樓價回落絕對不是因為 是政治的改變 不是政治的訴求成功 導致制度發生變化 導致民生有改善 現在 其實是在說Hard Lending 其實現在的樓價下跌 經濟的下滑 就是因為沒有任何的制度的改善 沒有任何的好轉 出現了 Hard Lending 其實原理很簡單 跟你 跟你 是忘記山 是石油氣爐一樣 繼續在室內累積石油氣 到最後會停止的 什麼時候會停止呢 其實就是發生意外爆炸的時候 所以這個就是Hard Lending 這個世界就是要避免Hard Lending 內何 其實中國大陸和香港 不斷地向Hard Lending 進發 即是說今天的樓市下跌 其實是一種Hard Lending 這一節我們要跟大家說 就是樓價即使下跌 其實生活並沒有任何改善 反而數據還是高期 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好 我們也邀請大家了 記得最重要了 免費模式打開我們的節目 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屋大發 敬請大家 記得幫忙支持 我們也會把小部分節目繼續放在Patreon 為大家做獨家 一來我們要回贈我們的支持者 二來也要考慮到要平衡 因為我們Youtube受得太多打壓 所以我們會繼續把獨家節目放在Patreon 敬請大家 訂閱支持 第一次了 費用應該很低 各位應該沒有什麼大負擔 好 我們回來繼續研究這個香港的問題 香港的問題真的非常之多 有人說 樓價下跌了 生活應該好過了吧 答案是完全沒有變好 幾個原因 首先 第一 其實樓價現在的下跌 是及不上經濟的下跌 即是說 你的收入 香港人的整體收入是下跌 但是 樓價的負擔比例 如果計百分比 並沒有下跌 雖然樓價 有一部分是重災區 早三四年買樓 在高位買入的小業主 就是最高危的 我們說來說去都是說這些 如果你一向都是大媽傻 我是大業主來的 波叔也沒頂 看看你的槓桿有多大 你說你是 大業主沒有槓桿 那當然沒事 你拿著物業 是你的 你不用供 又沒有借錢 你跌下來是肯定沒事的 不過你也是虧了錢 不過你不賣就不虧了 不過 你還能不能升上去 這個就是後話了 因為 慢性下跌 下跌到你看不到有甚麼原因會升上去 也可以 可能去到美國大幅減息 中國大陸撤銷國安法 習近平釘蓋 換李克強上去 如果你那幾件事一起發生 我覺得 真的是根本性變化 樓價是有機會 是會回升的 如果上述幾件事一起發生 因為我們一直在說這個問題的時候 是很客觀的 一直都沒有把政治立場 擺在前面 一直都在說 如果你那幾大基本因素有改變 情況會有變化 當然 如果上述那三件事一起發生 政治格局也會有重大改變 所以 宏觀經濟是不可能跟政治沒有關係的 兩件事互相緊構 現在香港呢 香港最新出了一個 關於香港樓價的報告出來 發現 香港現在 供樓的年期不吃不喝 下跌了 不過足足都還需要平均 香港人整個家庭 不吃不喝 25年就能夠供完你手上的 那一間就是房子 這個是稅銀的 全球房地產泡沫指數報告 他說香港的樓價重回2017年的水平 在世界排名度排第6 但是香港 那個負擔比例仍然是相當相當之高 繼續說 香港人要不吃不喝 20至25年才能夠買到一個 650呎的市區單位 但是同一時間 香港的樓價又正在下跌 在泡沫風險區的邊緣 所以 你去買樓 現在做一個那麼重要的決定 等於把債務背負上身 而 一旦下跌 是10%或15% 你的負擔比率 就是會大幅上升的 所以我們一直 跟大家說 都是那個比例的問題 就是樓價下跌了 其實年代的財富效應 還有整個經濟下滑 你不會因此而受惠的 其實只會 是絕大多數的打工仔 其實是雪上加上 當然有一部分人可能沒事 例如我繼續在學校 加學校 是沒有倒閉 我人工還是相當之高 總有一部分人不受影響 但是那個是少數 例如 現在做高官 人工沒有減過 我人工 又高 出糧 又準 樓價下跌 我還買多一間 那就是小部分人得益 大部分人受害 其實整體來說 所以叫做整體香港 負擔比例增加 這個就是經濟變差 反過來說也是一樣 整個經濟好的時候 都不代表全部人受惠 總有少數人受害 香港並沒有因為這個 這個叫做Hard Lending 其實現在樓市 其實等於是Hard Lending 全世界解決問題 都想避免Hard Lending的原因 就是因為 不想因為爆破 爆破才會回落 爆破回落就有大量的人 是很不行 但是如果不是爆破回落 健康回落 雖然這個世界有時很困難 香港那個 樓價的爆破 一定是跟移民潮有關 而移民潮有 的原因 正正是因為政治的不穩定 造成大量的人流失 大量的人才流失 大量的人 移民 這種狀況 其實是不正常狀況 差不多是一個百萬的人離開 你要補充 勞動力 也沒有用 所以商會就出來 吵冤吧 就說 現在大量的人流失 但是樓價仍然是高期 負擔比率仍然是那麼高 在國內下來的那些所謂的專才 其實他在那裏也不會買樓的 因為他打算 不是下來安居樂業的 我下來是賺錢的 他們絕大多數 會選擇在那裏居住 可能是租樓 未必 在那裏跟你做人勢的 所以你在國內輸入大量的人下來工作 其實也搶救不了香港的樓市 香港 樓市就已經 是香港最後的稻草 因為香港這個地方除了資產泡沫 是膨脹之外 其實這個地方 是並沒有其他財富的 這個地方的股市不用說了 股市一定排在 樓市後面 而現在樓市也是一樣 正在不斷下跌 這個等於整個香港的財富 都正在不斷縮減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